大家好 这里是鸡鸡摸摸 最近总是有年轻的同志问我 怎么跟伴侣做才能不疼呢 为什么我连一根手指都很难进入 如果你被这个问题困扰的话 当你回忆往事 肯定会更加困惑 你想 很多时候 你拉出来的便便 比两根手指还要粗 每次也都挺顺滑畅快的呀 为什么同一道门 出和入的差别竟然这么大 肛门的名字里边有个门 就已经说明 这不是你想来就来的地方 难怪人们说那个 想吃就吃 想说就说 可以随便出出入入的地方 是嘴上没个把门的 原来竟和这个器官做了对比 可见肛门还真不是图有虚名 肛门周边的肌肉群呢 是由自主神经系统控制的 又称植物神经系统 植物神经系统呢 不受个人的意识支配 由胶感神经系统和 副胶感神经系统两部分组成 调节肌体的血管 平滑肌 以及腺体等的活动 并参与内分泌调节体温 睡眠和血压等 比如 当你遇到危险 胶感神经系统呢 会让全身的肌肉紧绷收缩 心跳加快 血压升高 进入戒备状态 而副胶感神经系统呢 就是胶感系统的平衡 一旦威胁消失了 副胶感神经系统呢 就会帮助身体 所有的系统恢复正常 说白了 肛门是受内部条件的刺激 才会做出反应 不受个人意识的支配 你的意识可以发出指令 让你的嘴巴随便的打开 却没有办法 让你的肛门随便的打开 所以呢 不要说外人不能随便进入 就是你自己想要随便进入 也没门 所以说这道门本质上是单向门 只能朝一个方向打开 当食物消化吸收之后 经过山路十八弯 变成便便来到门口 轻轻一敲 门就愉快地打开放行了 可是如果从外部受到骚扰和刺激的话 他就会感到来者不善 立即就会警惕收缩起来 如果你想暴力进攻 那他就给你鱼丝网破 疼死你 话说回来 你也见识过很多动作片里 都可以轻松地进入愉快地啪啪啪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不错 天下武功 无功不破 何况这只是一道 长得像菊花一样可爱的门 能有多难攻破呢 用兵之道 攻心为上 所以 你不能用蛮力 你要付出你的真心 爱心 以及耐心 像倾情弹奏一首曲子一样 青龙漫年 抹腹挑 用你的手按摩他 放松他 让他感觉来者的善意 自然而然的也就放下来戒备 经历和体验多了 你自然也就手到擒来了 没错 就是需要经验 有经验的人当然懂得怎么可以出入平安 当你的经验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那你就成了你的本能 再疼 那是不可能的 也许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你发觉这道门内许久没什么玩意儿进来逛逛 倒像少了点什么 莫名的还有点惆怅呢 有欲望的人总是不甘寂寞 但是有追求的人更加不甘频繁 天下风云出我辈 一入江湖岁月催 没有过人的本事 怎么能在激烈的镜中中立足呀 有经验的人当然可以应付常规的尺寸 可是也许有天 你意外的遇到超出常规的当头一棒 瞬间就疼得无力招架 连切磋一下的余地也没有 虽然说是人心不足舌吞向 但凭什么有些人就可以吞吐自如 这就像体育运动员 经常锻炼 当然可以做到常人无法做到的动作 可是有些极限动作 不只是需要锻炼 还需要一些先天的体质 有些人可能毫不费力 就比你多年的经验还要管用 这就是天生励志难自弃 不过也不用羡慕别人呢 天生我才必有用 我相信你身上也一定有一些 不为外人道的先天特质 经历经验也好 先天特质也罢 人总是走着走着就忘了来时的路 想到这里我就会很心痛 我想告诉年轻的小哥哥们 两个人在一起 最幸福的不就是这种疼 也觉得是甜蜜的事 最刺激的不就是这种 想进急着进又进不去的渴望吗 要是扑通一声就进去了 连一点感觉也没有 那岂不是很无趣 所以疼就疼着呗 要不然大家谁也别理谁好了 你有什么想知道的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感谢大家的评论 投币和转发 这里是鸡鸡摸摸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